不過我們回到國際間這幾天 關注的重要大事 那就是英國女皇的離世 她的離世 當然很多的英國人非常的難過 就連我們鄰近的香港 很多的居民都去吊咽了 可是從背後看到的是 現在這個時間點英國離世 英國女皇離世 可能也是英國危機罪 關鍵的風雨飄搖時刻 為什麼講英鎊創下37年來的新低 人家說1976危機可能重演 當時1976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那新首相才剛上任 48個小時就遇到女皇離世了 加上英鎊崩 通膨失控 英國八個最嚴重的問題要解決 為什麼這個首相時間不多了呢 那現在英國內憂外患 外患來自於這個經濟環境內憂是 英國內部皇室有這個軸理之爭 茶壺內的風暴怎麼樣來做關注 我們來請教一下師傑 對 我們知道這個英國女王 在位70年是全球最久的軍王 從我們出生開始 這個英國女王就一直跟我們 長相左右 所以她確實給世人磨下 不可磨滅的印象 那我們知道其實這個英國女王 她繼任了 她在就任的時候 她面對的是這個日不落帝國 大英帝國她這個衰敗的時候 但是現在她過世之後 英國的危機 經濟危機 可能才正要開始 因為我們知道今年以來 這個美元強強棍 這個各國的貨幣都走軟 英鎊也創下了37年來的新低紀錄 其實上一次英鎊低迷 已經是1985年了 我們知道這個廣場協議 當時因為這些主要的國家 他們要逼日元大幅度的升值 所以當時英鎊也隨之走跌 但是大家最害怕的是 會不會重演1976年的英鎊危機 其實當時是什麼樣的背景呢 我們要注意看 跟現在很像 當時就是這個能源費用飆漲 財政大幅支出 所以導致這個英鎊脫離了金本位 而且還貶值了 當時英國甚至被迫 向這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 求援了數十億美元 所以大家現在就很擔心說 英國的經濟怎麼辦 甚至這些外資 也因為英國的通貨膨脹 非常的嚴重 他們擔心這個經濟會逼近這個衰退 英鎊就止步 他們也不敢去投資了 IMF就預測 英國明年會面臨 比其他主要經濟體 更緩慢的經濟成長 而且它這個通貨膨脹 會持續的更久 其實這個英國人銀行就預測 英國將在今年底就陷入衰退 要到2024年才能夠擺脫衰退 當中很大的原因 就是這個能源價格的飆漲 我們前陣子有看到新聞嗎 這個英國一台車子要把這個汽油加滿 要1萬7千塊台幣 好可怕 對 那你現在我們台灣的通膨3% 大家就已經哀哀叫了 但英國是10% 所以非常的可怕 所以這個英國新的首相特拉斯 英鎊能不能夠穩定 就變成它的首要的挑戰了 所以雖然現在目前英鎊顯得很便宜 但分析師都認為說 現在可能還不是買入英鎊的時機 可能還會更便宜 貶得更多嗎 對 因為現在英國政府為了這個 我們知道家家戶戶的能源賬單 很傷腦筋 所以它為了要動漲 它要推出超過千億元英鎊的補助計劃 你可以想像要推出這麼多錢出來 英鎊可能就會進一步下跌 而且災物成本還會飆升 所以英鎊可能還會持續的貶值 另外一方面我們知道女王磁士 這個查爾斯就變成國王了 是不是所有貨幣全部都要換成查爾斯的頭像 就是那個鈔票上面的頭像 都要換成查爾斯王儲物 對 所以這樣的話 同樣也會對貨幣市場帶來變數 不過其實一般人最關心的 還是這個英國皇室的公鬥局 沒錯 比較精彩啦 對 我們知道女王生前擁有超過 三百多件私人珍藏的珠寶手勢 價值高達了三十幾億台幣 那它駕崩之後這些珠寶到底要給誰 一直是討論的焦點 那現在又傳出來說她很可能會傳給她 最喜歡的孫媳婦也就是這個凱特王妃 那這個卡蜜拉跟這個梅根 可能最後什麼都不會得到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女王的珠寶 價值連成 像這個它是有三百顆鑽石 是她在1947年收到的結婚禮物 那她也曾經借給這個凱特來佩戴 所以很大方 已經是很信任的人才會借她的戴 對 所以看得出來她就很喜歡凱特 那另外它也包括有一款四排珍珠的項鍊 我們看到這個圖片上面非常的華麗 那這個還是來自日本政府的禮物 那我們可以看到它也借給丹安娜 還有凱特來佩戴 對 然後包括這個巴西寒水藍寶手勢 這款女王自己也是非常的喜歡 是這個巴西人民為了慶祝女王 再度加冕送給她的 那我們也知道這個英國王室的婆媳問題 跟軸離不合其實已經不是公開的秘密了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這個梅根 做了幾件事情其實大家都覺得 怎麼會這樣 為什麼會讓女王不喜歡梅根 對 其實當初他們兩個結婚以後 他們夫妻倆就搬出了這個肯興遁宮 因為他們不想跟威廉 凱特住在一起 傳出是因為軸離不合 那他們搬到這個新家一個別墅 你知道他們花了多少錢 裝修嗎 九千兩百萬台幣 這個生活奢華的程度 還要全民買單 所以很多英國民眾都非常的不滿 那再來呢 梅公嫁到王室之後呢 就很多王室的助理紛紛的離職 對 就聽說她很難搞 然後要求很多 然後態度也不太好 然後甚至幫她取一個綽號 因為她英文名字叫梅根 她就幫她取一個叫Meegan 就是我就要 就是什麼都要 都要聽她的 對 就顯示她的公主病難嚴重的 然後或者是她去參加這個產前派對 三天就花掉了一千萬台幣 所以這些等等的作為 都讓英國人民就是不太喜歡她 那更嚴重的就是她在這個 歐普拉天后的節目爆料說 她在王室的生活好像在坐牢一樣 背受歧視 對 所以她還速度想要輕生 那一這樣講以後 這個王室跟這個英國民眾 就會大為受傷 那其實我們知道 這個女王雖然說看起來行李如一 但是她私底下也是有一些 非常有趣的小故事 比如說當年這個沙烏地 阿拉伯王廚 被邀請來英國跟她共進午餐 然後這個女王就說 那你要不要來一趟小旅行呢 結果她一轉頭 發現是這個女王在開車 然後她就嚇了一跳 在她 對 因為我們知道沙烏地阿拉伯 其實女生是不能夠開車的 所以她這輩子第一次 做到女人開的車子 其實就是英國女王 那另外一次就是有一個醉漢 她真的很厲害 她喝醉了以後 她就翻過這個白金漢宮的牆 居然跑到這個女王的寢室裡面了 那她把這個床邊的布幕掀開來之後 那女王就醒了 那女王還非常鎮定說 你怎麼會在這裡 然後這件事怎麼收尾呢 就是在等待警察過來的過程當中 有一個手無寸鐵的管家就過來 還拿了一杯威士忌給這名醉漢 然後最後她就出去了 安撫她 對 你可以想像 如果是在美國白宮發生這種事情的話 應該就直接就地槍決了 對 她可能就橫著出去了 所以這些都是英國皇室非常有趣的小故事